分试的问题学了这么久了 那今天咱就来看看分试方程在形成问题中的应用 比如这个例子 供电局准备完成一项抢修任务 满载着所需材料的抢修车先从供电局出发开往目的地 就是这样 抢修车先从时刻一出发一直往前开 而15分钟之后 电工乘坐吉普车也从供电局出发 也就是说在15分钟之后的时刻二 吉普车也从这里出发 而此时抢修车大概走到了这里 结果这两辆车同时到达了抢修工地 画在图里就是这样 两辆车同时在时刻三到达 以至供电局距离工地15千米 吉普车的速度是抢修车速度的1.5倍 让你求出这辆抢修车的速度是多少 求啥设啥 那咱就先把抢修车的速度设为x千米每小时 由于吉普车的速度是抢修车速度的1.5倍 那吉普车的速度也就是1.5x了 速度都搞定了 那接下来咱再看看有啥条件 这里说两地相距15千米 把它画在图中 不难发现两车的路程也都是15千米 有了路程和速度 那它俩的时间咱就也能搞定了 由于路程都是15千米 那抢修车所用的时间也就是15除以x 而吉普车所用的时间就是15除以1.5x 接着来看看这个图 时刻一到时刻二相差了15分钟 那也就是说两车所用时间相差了15分钟 也就是四分之一小时 所以x分之15减1.5x分之15就等于四分之一 这就是题目中的等量关系了 已经根据等量关系列出了方程 那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在草纸上算一算 x就应该等于20 哎 你可别着急直接去写答 咱列的可是一个分式方程 那就必须先把结果验证一下才行 把20带回到这里是20分之15 也就是四分之三 带到这里就是30分之15 即1分之1 做个差就是1分之4 与等式右边相等没有问题 那这就是相应的答案了 最后再答一下 这辆抢修车的速度也就是20公里每小时 搞定 好了 以上就是利用分式方程解决的形成问题 总结起来就三步 先求啥设啥 然后根据题目中的等量关系 列出方程并求解 最后一定要注意 得把得到的解验证一下才行 怎么样 听懂了吧 赶快动手试试吧